如果你用very good 聽起來會很像 你用very去形容東西代表你 這個地方我有一個小字想要跟你們分享 There were no problems whatsoever What so ever 它是語氣的加強版 No problems沒有問題 What so ever無論如何都沒有問題 可是其實無論如何你講What ever就夠了 所以這邊是英文有很多字 中文也會有 就是某個字子是另外一個詞的加強版 你會很少看到他們用very really truly 這種東西 他們差不多在高中的時候就會開始教一件事情 如果你用very good 聽起來會很像 你講一件事情very good 就表示你不會awesome fascinating marvelous wonderful amazing 你用very去形容東西的時候 會代表你的字太少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小時候為什麼要學very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小啊 但你只有10歲你講very good 但是ok啊 可是你30歲了 你還講very good的話 聽起來就很像XX的人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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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